我就再會一百萬給他 不到兩個位保一百萬都一直贏零零零 到最後剩下一萬多塊 每次打電話給他他很不接 他幾乎都跟酒店的小姐在一起 他一直騙 幹什麼 對我說很好 又帶我去打什麼幹細胞 連去打六次 超音波做完了 做核子共振 發現 你真的真的很可怕 一定要看醫生 那為什麼做完這六次 因為第一點 我二十七歲來這邊買房車 那由周而來當主任委員 沒有人要當啊 也沒有人敢當 所以你當了二十幾 二十七年 他當二十七年主任委員 然後現在等於說沒有人要幫你加 沒有要加 他就覺得壓力很大 你開會也沒有人 但是你為了想要照顧好這些領域 就是造成這些壓力 對 因為主人家沒計劃 簽錢買房 不然先買 那有員工在這個時間裡做慣 客人要來賣車給我們 人家要來賣車 他講好的價格 叫他簽到別地房去 別家車房去 整個都拿這個動作 抽成 那第二點呢 我的女兒商 那個妹妹啦 她又一的原因都是這件 妹妹最嚴重 在上海跟我講說買房子 她一不騙我 然後呢 她一個女生 整天聽說 都跑酒店 因為她在那邊當主管 神情 神情 美徒秀秀 真的啊 美徒秀秀也當過總監 還有戴上一個 還有一個叫什麼 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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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就騙人 那不是騙人喔 那真的是 真的 她有這個能力 她就 寫法 把她一定 寫到一點 就是給她一點顏色 她就開兩房 因為她我每隔夜 都會幫她繳勞健保 那她現在已經32歲了 81年次 那我還要把繳勞健保 每個 我看她的存折裡面啊 錢不夠 我通通要去把她送 我就再匯一百萬給她 不到兩個位保 一百萬都一頂零零 到最後剩下一萬多塊 我有一天 在憂鬱的時候 還騎腳踏車到銀行 再拿存兩萬塊進去給她 她有跌倒 因為我持憂鬱症 每次打電話 給她才不解脫很忙 她幾乎都跟酒店的小姐在一起 她一直騙 想想 還叫那個 叫你們都要陪我去醫院 後來我到那個臺北醫學院 我到超音波 超音波做完了 做核子共振 發現 脖子沒問題 腰也沒問題 涉及很多醫生 剛好我涉及有一個 江醫師 他說你懂 你到我店 那我到我公司來 去醫院 他說你這個就是 這個憂鬱症嘛 這個就是憂鬱症嘛 你必須要吃 為什麼都睡不著嘛 先吃個安靡藥 像這樣對我都很好 又帶我去打什麼幹性包 一起打六次 建議這些網友不管是說 你壓力大的時候 你沒關係 你去看身心科醫師 去跟他講一下 那你吃吃藥看看 真的 你會比較輕鬆 當時有憂鬱的時候 事情一連串事情很多 那個心臟都很 就很不舒服 不安穩啦 你做也不對 你站也不對 什麼都不對 然後時間過得很慢 他吃也吃不吸啊 爸爸那現場好很多 對不對 關錢好的好很多 總是告訴大家說 我們家特別有錢 家庭特別好 但是沒有人來看過我一次啊 我在上海確實 沒有拿過我爸 任由一分錢 我家人沒有來看過我一次 我姐呢 確實在七年也沒有關心過我 我覺得從小 發生的事情 沒有必要再長大 繼續說 我就直接說了呀 我在上海確實沒有拿過我爸 任由一分錢啊 我還寄錢回家 我還寄錢回家 對呀 然後 我家人沒有來看過我一次 七年來沒看過我一次 我也不要求他們來看過我 我只是覺得挺心寒的 上海封城的 封城的三個月 沒有人關心過我 沒有人關心過我 打電話問我 怎麼樣有菜吃嗎 怎麼樣現在怎麼樣 那能實際帶來幫助嗎 沒有辦法 也是我靠自己解決的 那 然後又怎麼樣呢 我姐呢 確實在七年也沒有關心過我 也沒有傳訊息給我 唯一是傳訊息給我的一次呢 就是讓我跟她合作 她說 那妹妹啊 那你不來跟我合作吧 我最近被我的朋友背叛 是沒有的沒的 我們現在的這個 這個阿慧 現在這個阿慧 曾經就看著 我姐姐把我打到流鼻血 她還跟我爸說 她說姐姐怎麼會把妹妹打到流鼻血的 這是我自己聽阿慧口中說出來的 她從小怎麼去對我的 我都不想再說了 好嗎 我覺得從小發生的事情 沒有必要再長大 繼續說 我也從來沒有傷害過我姐 什麼打到流鼻血啊 踹我啊 這我就不想說了 好吧 就是我覺得 這是家庭的問題 這不是你們的問題 好吧 我也不會去說什麼 確實也沒拿家裡任何一分錢 你可以讓我爸自己出來說 我爸如果這麼 真的給了我這麼多錢 他給了我一百萬 每天在直播上說 每天在節目上說 你覺得他每個 如果他是每年給我錢 他不會每天說嗎 他不會每天說嗎 他這麼愛炫耀的人 我就直接這樣講了 我需要去解釋什麼嗎 我跟我姐所有的事情 都是在小時候成發生的 從長大之後 再也沒有發生過任何 什麼很奇怪的吵架的事情 我也不會去干涉他的生活 我在上海七年了 我說真的 我說真的 我住在我家裡的任何一個情人 沒有來看過我一次 別哭了 我靠 幹嘛 其實從台灣到上海也只需要兩個小時 這是我最難過的一個點 好嗎 自己去想一下 我雖然我們家庭很有錢 總是告訴大家說 我們家特別有錢 家庭特別好 但是沒有人來看過我一次啊 只有我那個養我長大的媽媽 看過我三次 我可以回去啊 我是可以回去啊 只是 覺得挺難過的 因為 只有文字上的關心 並沒有行動上的付出啊 我只希望他們來看過我一次 比起他們給我 給我什麼其他的更重要吧 你們可以去 反問一下我的家人 他們這幾年做了什麼 喂我做了什麼 上海封城他們給我任何援助了嗎 甚至關心過我 打電話給我一次了吧 從來沒有 是不需要親自來看我嗎 只是心情挺難過的 好嗎 只是心情挺難過的 沒什麼別的 沒什麼別的 只是心情挺難過的而已 也不是說 怪家人什麼吧 只是覺得心情很難過 因為 他們說他們特別關心我啊 我覺得感情的事情 我自己解決就行了 是我那天確實直播 我也不知道 我確實也喝多了 我也不知道 就是有這麼多的人在看 然後也會造成這麼多的關注 然後就發生了這些事情 然後也挺煩的 我也覺得不應該把自己的感情的事情 就即使是我自己做錯了 或是對方做錯了 我覺得都不應該拿出來做出來公審 因為沒有任何義務去承擔網路的暴力 我也不會在網路上批評任何人 就這樣吧 你怎麼會把你做事 我都可以做到 我都可以做的 我就是這樣 我真的 還會做這個